我们说一下肌肉平衡的功能和定义 首先肌肉的平衡指的是主动肌和结抗肌力量 以及肌肉长度的相对比 那么这种肌肉平衡对于正常的运动和功能是必要的条件 是最基本的 那举个例子 宽关节的主动肌和结抗肌 比如前方的曲宽肌和后方的身宽肌 它的力量和长度要相对的平衡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发挥正常的走路等运动 那么肌肉的平衡还有另外一个概念是人体左右的平衡 比如人体左侧和右侧的手机肌要平衡 左侧和右侧的这个宽关节外战肌要平衡 这个时候骨盆才会不动 那么如果出现肌肉失衡 比如主动肌和结抗肌长度或者力量和对阵的时候出现了适合影响到正常的 举个例子 比如 骨绳肌 这是半膜肌 它半肌肌没有显示出来 也是这样的 上方在坐步节节 下方在静步的那次刻 这是骨二头肌 这三个肌肉同重于骨绳肌 它收缩可以使膝关节曲曲 那当锅绳肌过度紧张的时候 那么膝关节深知会出现障碍 那所以肌肉失衡以后会影响到关节的 那肌肉的失衡原因可能是由于适应性机制或者是功能障碍 很多时候是功能性引起失衡 那么这个失衡可能是功能性失衡也可能是病理性失衡 那功能性失衡可以认为是失衡的早期 病理性失衡可以认为是在晚期 当然也不完全因 为什么 因为病理性失衡可以是有创伤 但是功能性失衡绝对没有创伤 这样的一般没有创伤这样的病因 那功能性失衡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无创伤 然后适应性改变 特定的激活模式一般没有疼 而病理性失衡可以有创伤式也可以没有创伤式 也出现了适应性的改变 比如长时间短缩也会长度变短 伴有功能的稳乱以及可以出现疼 那功能性的技术失衡 它其实是对复杂运动模式的一种适应反应 那这个时候是截抗肌力量和容忍性失衡 但是没有出现 可能这个功能失衡或者疼 这是功能性技术失衡 那病理性失衡虽然它可以出现疼痛 但很多时候也是比较隐蔽的 很狡猾的隐藏起来 所以很多人发现肌肉失衡的时候不一定会出现疼痛 但一旦出现疼痛 很多时候就是病理性失衡 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出现了肌肉失衡 那比如肌肉紧张或者脖弱 它可以引起组织硬力增加而造成损失 出现疼痛 那肌肉失衡也会出现中枢模式动作模式的概念 有长时间这种肌肉紧张和膜大脑就强化了这样一个模式 那结果是中枢的动作输出模式发生了 那反过来中枢的这种异常动作模式的建立 也会反过来影响到肌肉的时候 或者加剧了肌肉的这种事 那么组织损伤或者是疼痛 也会反过来影响到肌肉的事 它们护阴护 那么有时候肌肉病理性失衡 是 第一次伤病以后肌肉功能性带长 我给你举个例子 可能这个患者出现了前十次 膝关节前十次韧带撕裂 我做一个手术重前手术 手术以后出现了膝关节前部的疼痛 但这个疼痛不是韧带导致 可能是由于十次韧带重建以后 十次韧带的稳定性还不行 那谁来代偿它 可能是 这个卡青术来代偿稳定性 卡青术往上和扩基摩张级相连 扩基摩张级附属在 卡古的卡前上级 那么当它稳定膝关节的时候高张力 也会稳定骨盆 那稳定骨盆 其实最重要的是 臀中脊 如果扩基摩张级稳定这个骨盆 那么臀中脊会击活不足 激励下 那就会出现 患者本身是前十次韧带 还疏后 那接着由于卡青术的代偿 习惯间潜不得到 由于卡青术的代偿 臀中脊的物力 臀中脊的物力骨盆不稳 那会导致下肢和躯干的一些病例 病例可能会出现腰痛 接受失衡的两个观点 一个是生物力学的观点 一个是神经控制的观点 生物力学的观点指的是重复的动作 或者是姿势导致了肌肉的失衡 比如我长时间坐姿会导致曲宽肌 短缩声宽肌 被动于延长的机体下 那么第二个是神经控制因素 导致了肌肉的失衡 那神经控制因素指的是什么 比如这个人出现 首先出现肌肉失衡 接着大脑适应了 或者强化了这种肌肉失衡的状态 那结果是神经来调配肌肉的时候 就按这种失衡模式来应调配 所以这个时候肌肉的失衡 已经变成了神经控制因素 首先我们具体说一下 生物力学的观点 生物力学的观点 指的是肌肉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 或者重复一个动作 导致肌肉持续的承受压力 那么结果是肌肉要么被动延长 要么是短缩 那么被动延长 可能肌小节数量怎样 缩短肌小节会减少 这些肌肉 它适应可能是由于每天日常活动 日常活动改变了协同肌和解抗肌的参与 那么影响了动作模式 当特定的协同肌 发挥主导作用 取代了其他协同肌的时候 关节活动的精准性会发生改变 导致关节不正常的硬力和手 什么意思 举一个例子 很多能说明问题 伸宽 伸宽关节最主要的 发挥主导作用的应该是疼大肌 伸宽关节 那么次要伸宽作用的应该是 锅生肌 半肩肌 半膜肌 还有骨二 骨二头肌 那么当人体出现了肌肉 互相代偿以后 可能囤大肌 激活不足 而导致锅生肌 它来生宽 其主导作用 那么长时间 锅生肌 收缩 主导生宽 会导致锅生肌 反复 拉伤 出现病病 那这个时候 区关节的功能会稳 而导致 区关节周围 不正常的手臂 出现疼 这种治疗原则应该是什么 激活 薄弱的肌肉 强化 那么再一个是延长短缩的 这个过程 好 那么刚才是生物力学的观点 还有神经学控制力 那当今社会 人们普遍出现了肌肉失衡 或者是出现了肌肉失衡的症状 那在这种情况和身体缺乏常规 规律 科学的训练 或者活动 也就是我们现在要么活动太少 要么活动太多 那么神经控制单元 会改变肌肉的目击顺序 来稳定 因为你肌肉失衡了 所以我要改变这个模式 来稳定 从而造成肌肉暂时性的功能 这种神经目击 改变了肌肉之间的平衡和动作模式 那么结果 最终改变了中枢神经 改变了动作的程序 也就是说 本身是由于我们现在缺乏常规的活动 科学的锻炼 那么导致我们肌肉目击顺序发生改变 来稳定关键 那么长时间这种目击顺序错误的方式 来稳定关键 会强化最后改变动作的程序 也就是改变中枢神经调配肌肉的程序 那肌肉失衡 其实就是易于紧张的肌肉 比如恰腰肌 易于受到抑制的肌肉 或者说容易出现薄弱的肌肉 恳大肌 举例子 举一个例子 它们之间受损的关系 主导稳定姿态的肌肉 容易出现紧张 比如胸脚 发挥动态作用的肌肉 倾向于薄弱 比如吞弹 那么人体除了运动系统以外 都是不受意识支配的 比如我们心跳 我们的呼吸 我们不可能说我现在心跳 让它停用 所以这个是不受意识支配 但是其实我想让这块肌肉受缩 基本上可以让这块肌肉受缩 但是其实也有一部分肌肉你没办法过 比如你不能说我现在我想让我的多列肌 某一块肌肉 某一个小肌肉收缩 你是没办法过 但是大部分肌肉我们是能用意识支配 其实肌肉是非常脆弱的 是不过你了 那为什么肌肉既受外周神经的支配 也受中枢神经的支配 那很多人说这个不对 中枢神经接着是外周神经 外周神经最后支配了肌肉 它不应该说既受中枢也受外周神经的支配 这样说法是错的 但是这个说法确实稍微有一点问题 就是如果按照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有点问题 但是按照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那就非常合适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 那么当中枢固定了或者说确定了激活肌肉的模式以后 那么中枢对肌肉的调配是不会看见的 如果出现病的情况才会看见 比如我现在先是标准的均姿这样一个姿势 我要迈度往前走 在走之前首先中枢神经的模式 首先稳定躯干肌 比如让腹横肌 让其他稳定躯干的肌肉收缩 接着才是这个运动下肢的节奏 那这就是中枢神经对肌肉的调控 那么什么叫做外周神经对肌肉的这样的调控 你可以这样容 这样容 我们在站姿的时候 膝关节它的稳定 包括静态的稳定 也包括动态的稳定 比如激张力 这个激张力其实是反馈性 就是我现在局部有一个硬力 那么它这个硬力信号传递给脊髓 脊髓来反射性的支配肌肉 让它收缩来稳定行动 所以你可以认为 这是外周神经对肌肉的一个调控 那总的来说吧 肌肉既受到中枢 这个教会模式的影响 也受到外周神经的支配 所以肌肉是容易损伤的一步 在运动系统里面 接着我们说一下自然反射 人体的自然反射会影响肌肉的平衡 并导致身体通过链式反应 产生适应的变化 链式反应指的是激进膜链 指的是功能链 那么其中关节的结构 肌肉的功能 中枢控制的交互意识 交互作用 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改变 会影响到其他结构和功能 很多慢性骨骼肌疼度 其实是由于动作的不良 动作不良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肌肉的功能 而引起中枢的问题 而引起关节的问题 那么这种不正常的适应变化 是人体表现出来的 力学机制的 我说运动反馈的一场 也就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肌肉出问题 而导致关节力学失衡 而导致人体运动反馈的一场 那总结一句话呢 就是肌肉出问题 可以导致关节反射性的 这样稳定机制 往上开变 也会导致中枢掉配肌肉的模式 往上开变 那我们讲一下这一个 这个本体感觉疼痛 还有肌肉失衡 以及动作模式 它们相互实现的关系 首先我们说功能性的病 功能性病病 可能是本体感受起 输入信号的一场 那比如足底筋膜 这个地方出现了功能性的问题 或者是把关节位置出现了一场 它可以引起肌肉失衡反应 或者说肌肉过度紧张 或者是肌肉部分的薄弱 那翻过来 肌肉失衡 或者肌肉的部分过度紧张 它也会导致本体感受输入的一场 那关节位置的改变 那再有结构性 结构性可能出现了疼痛病变 比如这是炎症 或者是疲劳紧张 它可以导致肌肉的失衡 影响这个肌肉的紧张成为 那可能导致肌肉过度紧张 或者是不饿 那翻过来 肌肉失衡也会导致结构性的感应 出现一件症 或者是紧张 好 这是肌肉对于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变化 它的关系 那么肌肉失衡反应 也会导致动作模式和适应性的感应 你可以认为这个地方是中枢 也就是肌肉失衡 最后导致人体中枢运动模式的感应 当然了 中枢运动模式的改变 也会导致肌肉的失衡 肌肉失衡 它的起始可能是某一次损伤或者病例问题 从而导致了疼痛问题 或者是由于不正常的关节位置 动作所导致了本体感觉 传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